《孔雀東南飛》 今天我們學一首好曲 這首好曲叫做《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是譚飾平先生的作品 原唱是梁素琴梁枝傑梁姊妹 一個平子侯的對唱 這個曲很好 我們都很多人喜歡唱這首歌 也叫做社團名曲 這首歌很多人喜歡 所以我們今天特意和大家推介這首歌 先來一個《洞宵拓白》 《洞宵拓白》 大家都留意了 我們語曲裏面有所謂千斤白四兩唱 我們怎樣看待白這個東西呢 白一般來說有好幾種 有普通白、有雲白、有英雄白、有詩白 我們白的時候 我們要做功課就是要明白到 我們粵曲曲本的體材本身是一種雲文籍的古典文章 它是一種分句和有時會做一個押雲 令到讀起來的時候 能夠令到音節很亨昌 亨昌有字 這個曲是這麼寫的 垂陽下千居應分明是蘭枝輝淚哭歸靈 我們怎樣才能讀得好聽呢 我們就要理解一下它的文字 首先看看原來它是這樣的 好像宋詞一樣 它是垂陽下千居應蘭枝輝淚哭歸靈 後面是七個字 前面還有三個字 那些叫做什麼呢 我們叫做背仔字 所以我們叫背仔字 和主要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分崩主 分崩主這個叫法 就不是我發明的 很早的時候 甚至我們在清代的時候 在李渝的《閒情偶記》論戲曲的時候 它都談到這個稱謂的 叫做分崩主這個說法 就是說崩就要輕一點 要快一點 主的時候就要重一點 是重要的意思 我讀一次給大家聽聽 《洞燒響》了 我們在音樂裏托白 碎陽下千居應 分明是蘭枝輝淚哭歸靈 好 後面的鳳生怨 我先唱一次給大家聽聽 好 我們前面有個笛 準備了 一二三 極 有此題紅都吹 不願聽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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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恩未曾兴 家姑必我必家庭 那我給一個順音樂 大家可以聽完我的音樂之後 我們再按過 那你就跟著我的音樂一起唱 我們由龍蕭托白開始 開始 一二三 接下來有一個口鼓 慈惠連邁開始 難將心談 蘇沒定 中興茶滴滴茶 難知眾飛飽 學得亦陳列詩書 婆婆容有譴責 又何感受又怨言 我下堂不願呼情薄 詩問婆婆盛氣 既是平呢 孔雀東南飛 完了之後 希望大家有得著 希望大家有得著之外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WhatsApp給我們 有什麼改善 或者你們想 有什麼歌想學 或者有什麼要求 多點跟我們溝通 可以WhatsApp我們 我們收到會很多謝你們的意見 我們盡量改善 希望做到更好 多謝各位